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看到畫面上指的這個東西呢 你是不是也跟小編一樣 到底在懷疑說 欸這個東西呢 閃亮意味到底要收集幾個 到現在應該要幾個 才有辦法在最後一天完成這個 稀有魔法娃娃跟變身的這個箱子 那相信這個問題也是很多人的疑問 那之前小編有做一個影片來幫大家試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過 我們之前做的那個表格 這邊小編再來幫大家解釋 今天2月6號最新的這個 數量情況跟一個安全數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表格 2月6號的部分就是今天 今天我用紅框幫大家標起來 那2月6號今天如果你全部領的話 就包括信箱跟活動的 全部領的話你會拿到193個 那如果說你的分身或其他角色呢 只有領活動的最多可以拿到78個 那這個數量裡面是不包含冬季箱的 所以這個沒有算在內 那從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還沒有到193個的話呢 基本上其實也比較擔心 因為小編呢你看我自己的數量 也沒有到193個那麼多 那不過我們來跟大家算一下 如果你跟小編一樣沒有把全部都領齊的話呢 從今天2月6號領完之後 假設你每一天之後的每一天都有參加 那麼今天你至少你要拿到146個 這樣子才算是一個最低的數目 所以你可以比146個多 但是不能比146個少 但是少的部分呢 你可能要用這個冬季箱去把它補起來 我們除了要拿到最大獎之外 稀有娃娃箱還有高級娃娃抽卡箱 我們兩個都可以拿到 好那要怎麼拿到呢 這邊的話就必須要動用3隻角色了齁 那不知道大家來不來得及 不過我還是把這個方法跟大家講一下 讓大家提前去留意一下 或許你還有機會齁 這個做法有簡單有複雜玩法 但是如果你要領到160個跟240個的話呢 基本上你要用一點比較複雜的方式齁 那這邊小編呢 就簡單一點來跟大家講 確切的做法我們都用一個前提就是 你必須全程參與活動 而且不消耗任何的這個硬幣齁 這樣子是一個前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要拿到 稀有娃娃變身箱跟稀有娃娃箱的話呢 這兩個必須要配合齁 好那第一個我們要講240個 就是稀有娃娃變身箱這一個齁 它必須要240個嘛 那這個怎麼領呢 來我們看一個表格 最上面這一列喔 你必須要領這個系統的 所有送的跟活動喔 你這樣子一直參加 到2月9號的時候 你會拿到220個硬幣 從10號開始一直到最後一天 你只要領活動的 就可以在活動結束最後一天 拿到242個去兌換 那同時呢 我們把另外一個分爭 就是要拿160個這個稀有娃娃箱的這個 它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可以拿到112個硬幣嘛 那再加上我們從2月10號開始 每天拿的這個硬幣 就是信箱送的這些 大概會拿到45個 那112然後再加上45個系統送的 然後當然數量還不夠嘛 那這時候你可以再用這個 冬季箱去補 那這樣補起來呢 剛好會拿到166個 也就是說這樣就可以完成第二隻了 那再來第三隻呢 高級娃娃抽卡箱的這個 這個需求數量只有80個而已 所以基本上 隨便一隻 這個分爭都可以去完成 它是沒有難度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做法 這個算法是我們的LINE群網友 那個誰喔 他提供的 我們非常感謝他 那也提供給大家 來做一個參考 但是如果說你的 數量還是不夠的話 小編建議你完成240個呢 這個就好 那西娃娃箱 這個就隨緣啦 那高級娃娃抽卡箱呢 這個應該是可以拿到啦 沒有拿到的話其實也還好 因為它只是一個抽卡 好 這個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都可以順利的拿到 你想要拿的這個寶物 那麼絕對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還可以按讚 記得按讚 頂了 3 4 3 5 6 5 5 1 4 5 5 6 5 6 6